修车修段十年有情 你现在租到哪个地方 你没有人给你把这个车修好呀 从我把车开到朋友外介绍的修理厂 7月18到9月12 近两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修好 我现在换了一个修理厂 用从昨天下午订货到现在修好拆装 可能用了也就不到两天的时间 换了一个涡轮增压4200公司费600 这个是朋友外帮我买涡轮增压的转账记录 所以这个拆车件到底多少钱 本来我想这件事情好好地说开了 也就没什么事了 但是现在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 之前产生了一个外帮我买涡轮增压的费用 4500我已经付过了 还有一个在修理厂大保养42006和公司费的1500 大保养的费用我还没有结清 第一我车目前用的是外买的涡轮增压 原车告诉我坏了装不回去了 我原车的涡轮增压没拆之前至少还能开 出现这种情况责任算谁的 那我只能用他发给我的涡轮增压 开车去另外一个地方维修 这车人家给你保养完了 油全部都换完了 我没说不给这个钱我是要给的 但是我对这个账单是很有疑虑的 当我意识到很多问题不对 就把这两个月发生的细节 聊天记录整个回响了一遍 细思极恐 索性我有拍视频记录生活的习惯 第二个涡轮增压还没有换好的时候 账单就打出来了 一不小心就容易忽略掉到细节 我一个柴油车哪里来的汽油率 DV科原厂机油220 在这里一桶油就要390 很多专业的东西我看不懂 但是我可以找人帮我参考 遇到这种情况我有质疑应该没问题吧 但当时的情况是修理厂给我施加压力 让我结账 就算不结账也让我在这个账单上签字 我所有的疑虑都没有解决呢 签字就等于认可了 我怎么可能去签这个字 我第一时间以为外不知道修理厂坑他了 你看我车都在他那桶口 他现在小海的修理费先不要关 只是让原油原来成本的东西 就是给你换了油空具啊 这烂球啊都成本的东西 对啊我就说那种东西 就是他单子上给我那个价格吗 没有他那个几率是不对 我刚才也讲了 他几率他说是送过其后 是个别的车的几率 也送到那个单子 然后东西也取消下来了 每一个每一个他其后都给我讲了 你能帮我看一下 就是他给我保养做的这些东西 分动箱有一回来再说 分动箱一回来 你没分动箱一回来 哪有分动箱 两句子出来 蛤 今天你们能把人家照一下截掉 截不掉 过我们去扫雨电